大家好,我是時光寶俠的Able 今個星期的一周標示,我們想說兩隻 同樣用一樣的機身,但風格非常不同的碗錶 這兩隻碗錶都是來自Palmageny Palmageny這個品牌我自己蠻喜歡的 因為我在15年前入行的時候 第一個訪問的大師級的制標人物就是Mr.Palmageny Palmageny先生在1996年創立這個品牌 它本身是一個專門修復一些古老 鐘、錶或者是一些微型機械玩偶的大師級人物 今次我們介紹兩隻碗錶的第一隻 叫做Tauric To Be On Slate Limited Edition 限量版30隻 這隻碗錶整個Styling非常之Sophisticated的一隻正裝碗錶 錶面用了一種好像石板那樣的深灰色 上面還是用Rose Machine黑了花紋 這些花紋根據大自然的松果上面的紋理 都是符合這個黃金比例的一個Pattern 所以看上去就覺得好像是生生不息 另外一個特點 這個碗錶的飛行陀飛輪Fying To Be On 在7點鐘的位置 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原來Mr.Palmageny是在7點鐘出生的 這個是一個一分鐘的陀飛輪 都是作為了這個瞄針的 這個碗錶的機芯是PF517 它的厚度是僅僅3.4毫米 是一個自動上年機芯可以供應48小時的動力 為什麼一個陀飛輪的自動上年機芯可以做到這麼薄呢 原來的秘密就是Pactinum Microrotor 因為這個Microrotor就是節省了厚度 令這個碗錶可以做到這麼薄 這個碗錶的定價大概是100萬元 第二隻碗錶我們看看是不是很不同的Style 這一隻是非常之LOW的碗錶 剛才那隻是很Suttle 很Classic的一隻碗錶 這一隻那麼LOW 這麼搶眼的碗錶 叫Tonda 1950 Moonbow 1950是Mr.Palmageny的七生年份 同樣用一個一模一樣的機芯 所以Fying To Be On 都是在7點鐘的位置 這個碗錶的特別之處 就是在Bassel Rainbow 彩虹的寶石 總共有40粒Begade 方形級的寶石 總重量是2.59克 它裡面包含了有藍色、粉紅色、橙色 甚至是黃色的藍寶石 還有紅寶石、沙佛萊石和紫晶石等等 它的難處是在於每一個顏色都是漸變的 即是由橙變黃變紅都是漸變的 而不是一組同樣顏色 突然變成另一種顏色 錶面本身是用一種叫冬寶石物質去做 是給我們看到好像有一個滿天星的一個夜空的效果 這個碗錶的尺寸40.2毫米 是用18K紅金去做那個錶殼 它的定價大概是港幣111萬5千元 好了,今星期一周錶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